欢迎大家回到周一概论的课堂当中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课程讲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第二个就是问题 就是所谓的金古文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金文和古文的这种区别 不只存在于周一当中 事实上我们说当时儒家的所有经典 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金文和古文 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那么就义学而言 所谓的金文和古文 分为金文义学和古文义学 那么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字 第二地位 第三是学态度 那么文字上的区别的话很好理解 所谓当时的金文义学 指的是他们手中的点击 是在吸取了古代的思想的基础之上 用当时汉代流行的历书 去进行撰写的这样一些点击 也就是说金文派他所拿到的点击 是按照当时汉代的通行文字历书 去进行撰写的 那么这是文字 金文的特点 古文那就很好理解了 与金文相对应 他们手里的点击 不是用汉朝当时的文字去进行撰写的 而是先秦文字 也就是说他们手里拿到的这个本子 那么对于周易的这样一些记录 他的这个原始笛本 那么是当时先秦文字记录的 那么大家知道 在这个秦始皇之前的时候 六国有六国的文字 后来秦始皇既进行了统一 但是秦始皇进行文字统一改革之后 很快随着秦朝的覆灭 那我们说秦朝的文字 也成了一种这个先秦文字 真正到了汉代的时候 当时社会上普遍所使用的这个文字 大部分是所谓的隶属 因此我们说这是双方在文字上的一种区别 当然这个区别是最为明确和最为明显 第二个在社会地位上 两者也有着较大差距 那么大家知道 到了汉武帝之后 那么随着国家对于儒学的这样一种重视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那么儒生可以借助于学习 借助于学业 那么摇身一变 成为了进阶于官场的一种手段 那么这时期我们说 研究传统儒家的经典 那么就成为了晋升官场的这样一条捷径 所以当时有很多学者 那么因为学识受到国家的赏识 而获得了国家的认可 那么这就牵起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在国家培养和储备这个干部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给这个进行思想教育 要按照哪样一个版本来进行的问题 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 我们说 汉代的统治者选择了金文学 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说 金文学被当时立为所谓的官方哲学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因此我们说在社会地位上而言的话 金文学派 那么无论是金文的义学 还是儒家的其他经典 那么通通都归于所谓的官方哲学 与之相对应的古文学派 那么他大部分是在民间进行传播 那么第三个 当然也是他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最核心的一个区别 就是双方在对待这个学术的态度上 有所差距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金文经学 他强调了与社会的应用 那么他突出了四个字 叫威严大义 所以威严大义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话 就是金文经学更具备大概哲学家的视野 他强调了就这样的一些古籍典籍 在传播到当时的时代之后 那么按照当时人的社会意见 和当时的一种社会状态去进行分析 然后在这种分析当中 我从古人那里得到一种启示 得到一种智慧 能够把这种启示和智慧 运用到我今天现代的生活过程当中 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有价值的 与之相反 那么古文呢他强调的是回归经典 也就是说在古文派的研究视野当中 我们说这个周易 他的这个原始面貌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之下 发挥什么作用 当然我们说古文学派并不是完全否定 但是呢他有一个侧重点 就他强调的是那我首先要把研究这个典籍的原始状态 摆在第一位 把这个研究他的这样一个现代应用放在第二位 那我这个目的是为了恢复他的一个原始状态 那么从而从最根本上找到他存在的历史形态 所以我刚才曾经提到 就是说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视野来看的话 经文学派大概更具备哲学家的一种思考的思维方式 那么古文学派呢可能更像一位历史学家 那么一个他强调的是 我们如何把古代的东西拿来为我们金人所用 那么第一个呢强调的是我们如何突破今天的理解 把它还原到他那样一个原始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两者在智学态度上而言 那么有着较大差距 当然我们说金文和古文在整个汉代的学术发展过程当中 那么始终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尖锐和对立的状态 特别是西汉 从这个汉武帝之后到西汉末年 那么双方为了争取当时的这样一个官方哲学的地位 那么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王莽时期 那么古文派曾经被立为官学 但后来随着王莽政权的倒台 那么金文派又重新夺回了官方哲学的这样一个态度和地位 那么但是呢随着历史的发展 我们说真正到了东汉的中后期 那么这个金文和古文在发展上都遇到了瓶颈 这个时候都把视野投向了对方 力图吸取对方身上的一些优点 来弥补自身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足 所以到了东汉末年就出现了金古文 那么共同来解释同样一部经典的这样一部 金古文混同的这样一个状态 或者叫金古文通用的这样一个状态 事实上我们过后会给大家介绍几位 那么东汉的著名的艺学家 那么从他们这个思想来看的话 我们已经很难把它界定为所谓的标准的金文学派 或者标准的古文学派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我们对这个金古文这样一个问题和范畴的解读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金文经学发展过程当中 那么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西汉的这个艺学人物 在这个西汉时期我们刚才说了 由于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造成的 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说 基本上当时留名的艺学家来说的话 都是所谓的金文学派 大家看 这个祖师一级的人物叫田赫 那么他在这个后面出现了两个学生 一个叫丁宽 一个叫王瞳 那么王瞳教了一个学生叫杨赫 那么杨赫教了一个学生叫司马谭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当时艺学传承的一个记录 实际上就是借由司马谭 传给他的儿子司马迁 然后记录在史记当中的 那么杨赫里有个学生叫金房 然后丁宽这一支呢 丁宽的学生叫田王孙 田王孙有三个比较知名的学生 那分别叫做梁秋赫梦喜和施丑 其中大家注意 这个梁秋赫 他早年曾经跟着金房学习 也就是说他本来是这个传承体系当中的 后来那么他又拜到田王孙 就纳入到这样一个体系当中 那么同时在这个体系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说梦喜还有一位学生叫焦岩寿 然后焦岩寿有一位学生叫金房 大家看从这个图表当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时期在西汉出现了两位叫金房的医学家 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这两位金房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时代也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这是我们说 我们对于西汉主要的这个医学人物的这个失常关系 去进行了这样一个表述 那么下面我们就结合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来看一下西汉时期在这个医学传承的过程当中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那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人物 是当时的所谓的医学的汉代医学鼻祖叫田和 那么田和是当时齐国人 从他这个姓氏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当时齐国的贵族 那么按照史记和汉书所记 那么自孔子开始 历经术事 那么传到了田和手中 那么也就说他是儒家所谓医学的这样一个敌传性的人物 那么在这个汉代的时候 那么周易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不在秦境范围之内 所以他传者不决 这个田和在这个地方传播周易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涉 那么后来汉王朝建立 那么当时的政权为了巩固和安定的原因 那么就想到了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将一些各地的贵族 特别是过去这个秦朝之前的六国贵族 那么他为了防止他在旧的这个 旧的属地当中去进行作乱 所以把这些六国贵族集中迁移到了 当时的关中地带 在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控制和直接的管辖之下 所以田和因为这个原因 就从山东的老家搬到了现在陕西 那么迁到了这个地方叫杜陵 杜陵 所以呢 当时社会称他为杜田生 就是在杜陵的田生这样一个人 那么以义来受弟子 那么在这个地方传播周易 那么按照史记和汉书记载 那么他有四个学生 在后世当中最为有名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王瞳 第二个是所谓的周王森 第三个是丁宽 第四个是福生 其中刚才我们介绍了王瞳这一支 王瞳的学生叫杨赫 那么杨浩在历史上还是颇为有名的 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立为所谓医学博士的这样一个人物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简单的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博士和我们今天的博士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们今天的博士是一个学位的学历的称谓 你比方说某位同学学习特别优秀 特别突出 那么乐于这个门进行学习工作 在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 他可以考取博士研究生 进行三到五年的这样一个课题研究 然后最后顺利毕业 获得博士学位 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博士是对于一个人的学识的一种那么认可 那么汉代的博士呢 他是继承秦代的博士而来的 那么他除了是学识的一种认可之外 更重要的他是当时的一个官职 那么秦代的时候博士就被立为官 所以有的时候也称为博士官 那么秦代博士官大概有七十余位 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也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秦代的博士和汉代的博士之间 还是有着较大差距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差距 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就体现在对于这个学识的一种认识上 那么秦代的博士之所以称之为博士 在于知识确实渊博 那么是那个时候 无论你是以智什么而闻名 那么你对于其他的学科 必须有一个广泛的设立 才能够被称之为博士 而到了汉代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博士 特别是随着霸出百家独尊乳术 那么博士又称为叫经学博士 或者叫武经博士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 博士的研究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从原来的诸子百家 变成了儒家一家 而且即使在儒家当中 也只去研究他那五部经典 而且最重要的 像杨鹤这样的人物 我们说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因通义经 就是通周义这一个科目的经典 就被立为了博士 所以他并不需要五经接通 他只要对一个方面特别有研究 就可以称之为博士 所以这时期我们说这个博士 实际上某种程度 变成了一个专业化的内容 他研究的这个领域 实际上远不像先秦时代 或者秦朝的博士那样广泛 而是一个相对比较狭窄 比较专业的领域 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博士概念的 一个剖析 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 那么在这四个弟子当中 我们刚才介绍了 他最为出名的一个是王瞳 王瞳当然他的出名 也得益于他的这位博士学生 因为他这个博士学生 后又教了司马谭 所以这个我们说司马迁 在史记当中的所有记录 对于这个学派的一些看法 实际上都来自于 那么这个王瞳学派 好我们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